破腐沉舟 破腐沉舟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破腐沉舟这个成语吧 破腐把铁锅打破 沉舟把渡船凿沉 破腐沉舟 表示不留退路 做事果断 有时候我们也说破腐沉船 它们是一个意思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破腐沉舟的例句吧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 只能抱着破腐沉舟的决心 才能扭转局势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 只能抱着破腐沉舟的决心 才能扭转局势 大家听过破腐沉舟这个故事吗 今天 咪咪老师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 秦朝末年 楚霸王项羽率领部队与秦军作战 部队渡过战河以后 项羽命令士兵把所有的船只都毁掉 沉到河底 把行军的饭锅全部打碎 每人只发给三天的干粮 项羽这样做的目的 是向大家表示 只能胜利前进 不能失败后退的决心 果然 部队经过九次激烈的战斗 终于打垮了清军 好的 今天我们又学了一个新的成语故事 明天我们继续 谢谢大家的观看 明天见 再见